好未来所有中小学教培老师超2万人将离职 工作人员未收到通知 12月22日澎湃新闻记者获悉 好未来集团召开以感恩同行为名的线上全员会 参与直播的包括好未来集团CEO张邦欣 学儿司网校负责人刘庆讯 学儿司陪优负责人杨复光 以及好未来集团超2万名员工 张邦欣在线上会上表示 好未来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做了顺势而为的尝试 从小作放一路走来 花小钱办大事 三次收缩 潮起潮落 人聚人散 有进有退 有失有得 并且表示 以科克诚的学习体验 何以获得的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 在线上会上 2万余名员工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 回顾了好未来一路走来的经历 2003年传说中的知音楼 是希望开始的地方 大声读过的羊皮犬 慷慨鸡狼 尽头十足 一轮一轮的失讯 一天一天的成长 不知改了多少遍的竹子稿 只为了给孩子们最好的体验 孩子的认可和家长的期待 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 好未来表示 深刻认识双减的重大意义 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部署 严格落实双减工作的各项要求 依法合规经营 当时好未来还表示 将发挥教研及科研优势 积极拓展科技服务和素质教育等业务 并将继续致力于帮助孩子们 找到自己的兴趣与特长 努力为培养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截至12月21日收盘 好未来报4.27美元 12月22日盘前涨幅2.89%